哈喽大家过年好呀 真的好久不见了 今天我们来画这个兔系妆容超级可爱 非常适合圆脸甜美 是那种无辜处处可怜的感觉 我还参考了一下甜细微的妆容 她这张真的是我超级喜欢 所以我也去买了泡泡糖 然后也去吹了一下 也戴了一个帽子 就是浅浅的模仿了一下吧 主要她的圆圆大眼睛 真的太可爱了 像这种妆要选大直径的美童 才会和谐一些 我拿了手边最大的一个 你们可以看一下对比 真的蛮夸张的 我们可以先把眉毛修细 然后最好让眉尾下垂一点 下垂眉 才有那种楚楚可怜的感觉 可以看见两边对比还是蛮明显的 我觉得左边就是更加的软眉 然后干净整个妆容都显得 然后上好底妆遮瑕 白净透就可以了 吐细妆容的话 我觉得它是柔雾的感觉 底妆要清爽雾面 我们先定个妆 化眉的时候 我们先从眉头开始填起 然后呢尽量让眉头高于眉尾 然后粗于眉尾 这个美貌其实可以再画下垂一点点 也是没有问题的 用一块细闪的高光 在眼皮还有鼻梁中间打一个底 先铺一层高光呢 会让这个眼妆更加的透亮 这个妆容不太想让五官特别立体 是一种萌萌的感觉就好 所以呢就是浅浅带过一下鼻影 因为我们这个妆重点在突出眼睛 所以呢我会在眼尾这个地方加重阴影 让卧蚕更加的明显 横着把腮红扫上 我发现在鼻梁中间 这个地方扫腮红会增加脸顿感 尤其是在眉骨也扫上腮红 就完全是不一样的氛围感 有一种小兔子的感觉了 选的偏粉嫩的颜色 然后最好可以用手指或者是化妆刷晕一下 让唇妆眉毛眼妆啊都模糊边缘 现在要开始化我们大卧蚕了 在卧蚕最底端加深 两边先不用动弹 主要是底部阴影要实就好了 眼皮我们先用粉橘色来打一个底 用浅棕色来加深一下双眼皮褶皱内阴影 然后画出那种下垂的狗狗眼的样子 所以能用深棕色的眼影来把填下内眼线 因为不想让它太夸张 不用眼线比这种深棕色就很自然 在卧蚕中间靠近眼瞼来加深阴影 它整个都是下垂的感觉往下走的眼线 最后我们来加睫毛 我看田希薇她的睫毛真的是很容易 尤其是下睫毛 所以我再使劲把睫毛往上翻往上加 睫毛刚刚用的是棕色的 让它就是看上去没有那么凶 比黑色睫毛刚刚没有那么的凶 下睫毛用的是黑色的 刷出来就是这个样子 蛮自然的吧 整体都是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